大家一定知道,在明面的历史上,国共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在1924年大革命时期,第二次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而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实际上还有第三次国共合作,只不过是未曾摆上台面的,而且这还是一场毛泽东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导演的对付老美和全世界的骗局。 可能有些观众已经知道说的是什么了,没错,它就是炮击金门。 为什么说炮击金门是一场骗局呢?这就不得不先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故事了。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实际管辖的不只是台湾本岛,还有大陆东南沿海的一些小岛和其他地区。 其中大家较为熟知的有金门和马祖,尤其是金门,距离厦门最近处只有两公里。 可能有观众会疑惑了,既然金门距离大陆如此之近,为什么解放军当时没有收复金门呢? 说实话,当时局势一片大好,解放军也确实乘胜追击,组建了三个步兵团实施金门岛登陆作战。 但解放军缺乏登陆作战经验,加上后援不足等诸多原因,那场战斗已失败告终。 等到之后解放军再想要收复金门,乃至进一步收复台湾的时候,美帝的航母却已经在台湾海峡等候多时了。 中美彻底撕破脸皮之后,美国也露出了自己的獠牙,和台湾在1954年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但是美国和台湾各自在肚子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割裂出去,成为封锁中国的最前面捣链,以法律或世界裁决的形式使台湾与大陆永久隔绝,甚至独立。 而老蒋想要的是借助老美的力量反攻大陆,夺取失去的天下,所有的矛盾就集中在金门岛。 为什么金门岛这么重要呢? 其实视频开头就已经点名了,距离大陆太近了。 老美的战略意图很清楚,就是想老蒋让出金门和马祖两岛给中共, 从地理和政治上隔离台湾与大陆,通过话侠而至,实现起两个中国的预谋。 老蒋对此也看得通透,金、马等岛屿,是台湾在地域上与政治上同大陆连接的最后纽带。 一旦我后撤,别说反攻大陆,那么台湾岂不要从大陆分裂出去,成为一个小国? 这历史罪名可真的担不起。 但是没有美国支援又不成了。 老蒋也不敢和老美名着对,于是就只能拖着。 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出手了。 为了防止美国进一步的渗透和台独势力的滋长,毛泽东决定干点什么的, 在衡量多个计划之后,决定炮击金门。 8月23日下午17时30分,猛烈的炮击开始了。 三万发炮弹击毙机伤国民党中将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 金、马、守军伤亡惨重的消息立即报到蒋介石那里。 他听到后,长时间紧促的眉头骤然舒展,情不自禁地连声说,好好好。 大陆的炮击行动给了蒋介石一个顺理成章的借口。 9月,蒋介石召开记者发布会说, 大陆炮击金门是进攻台湾的前奏,金、马是台湾的屏障,绝对不能失去。 于是蒋介石也开始进行反击。 蒋家父子后来秘密派人传话给大陆, 如果大陆停止炮击,台湾不得不撤军,中国将有分裂之余。 到后来双方打着打着,这场炮击的政治意义逐渐开始大于军事意义。 比如双方约定好,单打双停,也就是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 大陆这边后来还把会炸的榴弹换成了填满宣传单的宣传弹。 最后厦门和金门之间的炮击也演变成一道奇特的战地景象。 那就是依照规定,在炮击之前,厦门这边的广播组一定要一遍遍地广播。 我们打炮是不打村庄,不打民房设备,只打空地,打海滩。 还告诉金门那边,你们务必躲在安全地带,不要出来。 同样,金门那边也会广播。 共军兄弟们,请你们躲进掩体,我军要放炮了。 等到1979年,大陆与美国建交,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击也彻底停止。 而厦门和金门虽然理论上依然处于敌对状态,但互相之间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烽火硝烟。 但就是在这样和睦的氛围下,1994年11月14日,上午11点,厦门市郊黄塔头村,却突遭小金门岛守军炮击,造成数人受伤。 金门炮战早已经不知道是猴年马月前的事情了,多年未听炮声的金门和厦门的百姓先蒙了。 这一炮打了厦门,这是要两岸开战吗? 别说弹丸之地金门就在厦门眼皮子底下,真要再来次战争,可就不是过去炮击那么简单了。 吓出一身汗的台湾社会立刻行动起来,立法委员质询官员,监察委员开展调查,台湾媒体大幅报道赶紧撇清关系。 最紧张的还是金门防卫司令部,炮弹是从金门阵地打出去了。 咱们说好的,监防死守不让一发炮弹打出去的啊,哪个混小子开的炮? 经过调查,发现问题确实出在金门守军身上,由于金门当时还装备着二战时期每制的40毫米高炮,并部署在一线阵地上。 但火炮严重老化,需要不断维护,事情就出现在这个该死的二战老炮上。 根据事发后台军的调查,当天,金门来了个陆军总部的兵整中心五级火炮检修小组,到金门驻军的40毫米高炮阵地上进行检修。 一门40毫米高炮修复完成后,检修小组士官长黄奎军没有按照金门战备规定打报告,就打算试射炮弹以鉴定火炮是否已确实修复。 其实,当时为了怕引发两岸冲突,金门火炮射击都需要经过核准,连师长都无权进行射击。 所以当时在场的营长一开始也是反对试射的,并表示对面就是厦门,还有厦门机场的飞机在正常起降。 这个时候试射高炮会影响飞行安全,但这位来自总部的黄奎军士官长坚持要试射,并表示这种老式火炮的射程打不到厦门,而且使用空炸引信也不会落到对岸,试射一下没有关系的。 营长这才勉强同意,后来这门炮一共打出了61发炮弹。 但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正好风向潮汐,风势强劲,以致炮弹飞出了射程外。 而原本应该空炸的炮弹,因为年岁实在太久了,多枚炮弹的引信居然失效了,没有在空中引爆,导致这些炮弹飞向厦门市郊的黄塔头村落地爆炸,造成了四人受伤。 最终,厦门政府给予伤者免费治疗,并发给生活补助,都康复顺利出院。 幸好当时台湾当局还没有直接提出所谓的两国论,大陆方面也从善意出发,等待台方的调查结果。 很快,台湾海基会就向大陆通报了事件调查情况,说明是军方高炮试射,误将炮弹落向厦门,并表示承担责任。 当时,金门有一个爱心团体打电话到厦门市台办,金门事务处,表示要派人到厦门来,给伤者送慰问金。 但是厦门方面蜿蜒谢绝了他们的善意,因为中央领导有明确指示,两岸尚未结束敌对状态,从政治上计他一笔账即可,不提赔偿。 时代的榴弹击中了这个150平方公里大的小岛,留下了太多痕迹,如今占地坑道已经被改建。 只有那些钻进土里树木不明的炮弹,还在时不时冒出来,提醒那段未静的往昔。 总有一天,金门岛上的炮坑会被厦门湾和台湾海峡的潮起潮落,渐渐抹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